又一位不败拳王翻车了 北京时间6月5日 四大组织的青样级统一拳王坎博索斯 以12回合一边倒的点数列是输给了德文哈尼 这腰带还没5月呢又被抢走了 从两人全场的表现来看 德文哈尼的战斗风格和梅威瑟有着异曲通工之妙 将极具针对性的战术和擂台规则运用得炉火纯青 能爆就爆,能跑就跑 总之就是不会给你输出的距离 让你有劲也使不出 而这种风格的选手最喜欢打的类型 恰恰就是坎博索斯这种 一心只想要和对手硬不硬 但又不注重防守的 这样的比赛无疑就是怕不要打梅威瑟的翻版 只是风格上没有两位祖师也那么突出罢了 古有泰森打刘易斯 经有怕不要占梅威瑟 诸多点力充分证明 智者才是这个擂台最后的赢家 整场比赛下来 坎博索斯甚至连一个回合都没有拿下 除了第一局和对手占平之外 剩下的11个回合全都是9比10完版 第1局和对手占平之外 第2局和对手占平之外 第2局和对手占平之外